各位觀眾你們好,大家好,好像少了一個人 我今晚是營宇,營宇但你不見了一個上俄 上俄,去了營宇也說他一來撞鬼,準備出發 變成兩個男人,各位觀眾不要割椅,不好意思 令你們失望,中秋前直不見了一個上俄 決戰中環入面的上俄 好,只有吳光和兔子在這裏 我粗粗老老做吳光和兔子,你一個這麼可愛的做兔子 不過其實月光和上俄還有一個挺有名的 配角也好,主角也好都要提提的,就是朱伯佳 有關上俄什麼事? 朱伯佳本來是天逢元帥 天逢元帥,因為色色到爆 這樣嗎?他調戲上俄,喝醉 原來是為甚麼? 被玉帥扁到凡間,就偷 調戲上俄 糟糕了,投胎了下去,拖頭做豬胎 可能常俄很想有人調戲他,他本來很悶 不過他好像有很多投訴 他投訴? 天逢元帥,本來都很威猛 怎麼會把我們投訴? 看人的那些,不要隨便調戲 可能他一直都在想 可能心向後藝 可能是後藝 說回正經事 決戰中環,有些風煙味道 風煙味道 之前說過的政監 很好玩 不要對話藝座 不要關我事 我幫他有份寫文章 但最過癮的事情 最新的戰況就是 證監跪下了 怎麼跪下 表面上很好聽 延期改革的資産兩個月 改革是上市流程的改革 其實行頭裏面 一般的普羅大眾 可能不是怎麼理會的 因為有金融界裏面的事情 那些人搞定他就可以了 金融界裏面就牽然大波了 最重要是炒了一般 兩個禮拜前 選舉的戰況非常嚴謹 忽然金融服務界 拆了三個人出來選 除了張華峰 力保連任之外 還多了兩個人出來挑戰他 很神奇 反而反覆覆 居然去了一個很重要的拉腳戰 原來講的是 上市審批的改革 居然去了一個這麼窄的話題 但前前後後 那些江湖飯局都不少了 你都說了很久 江湖飯局不少 誰跟誰約誰 說什麼 然後大家要拉什麼票 真是滴汗 外人看不到 背後暗戰連場 而且是刀刀見血的 很嚴重 最後就是證監退态 為何會退态 群情洶湧 除了證監 也沒有人贊成 很奇怪 證監幫都很兇惡 因為生死命脈 就是所有從業員 都要在證監發牌 況且 你永遠不會有乾淨的東西 還有手指紋 下錯單 報錯假 入錯表 你都會死的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每個月 除了針板上 記得 幾個月前 開始出資訊的時候 其實是鴉雀無聲 沒有人出聲 後來 商會就拍桌 反桌 就說是 月權 然後才開箭 就像滾雪球一樣的效應 最後就是選舉前夕 各大商會 尤其是證券商會 包括中資券商協會 在內 就轉態 反對證監的 反對證監的咨詢 就要求證監撤回那個咨詢 為什麼突然間 這麼多人 又變得這麼多人 去反他台 不關我的事 實在是證監看漏了很多事情 固自然想著 趁你選舉 沒有人理會他 又不是這麼熱門的話題 快刀斬亂麻 趁舊主席 未曾離任 新主席未曾上台 以前 就搞亂了這件事 舊主席不用揹 然後新主席上台 就順理成章 可以這樣 證監真的想著 不會有人反對 很過癮 很過癮 一向都是這樣 一向是惡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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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鄉那邊 勢力那邊 惡慣 突然間有人 突然間有人 原來有些事情是不可以靠惡搞定的 很大件事 搞到後來選舉之後 一天都光燦 大家已經知道什麼事 張華峰高票連任 在他那邊高票連任 相對於其他兩個挑戰者來說 總和的票數還要多 這個情況是從來沒見過的 在這個界面這麼冷門 從來沒見過的 於是大家明白什麼事 就是張華峰轉席拿到很多票 原本就贊成 很天真 很天真 我贊成的原因 因為原則上同意 撞鬼 你還沒看的嗎 於是有很多人 提醒他 然後在一個界別裏面 看著他一轉 那些票就全部通過來了 很過癮 所以選舉是很厲害 很厲害 是可以脅迫政府 不可以亂來的 這個絕對重要 所以大家不要經常看著功能組別 以為功能組別是唯威唯不眼瞳 不是的 後面有很多角力的場所 影響到一些很重要的政策 所以為何 就是手後轉這個話題 在特首的那一刻 為何今屆開始 那些年輕人 跟以前的泛民 都很不同的地方 和以前的泛民 在所謂寸土別爭 他們不介意捐富浪簽同意書說我不是搞廣東的註冊 因為議會議席中真的每票都要爭,每個位都要爭 其實不單是直選都要爭,功能組別都要爭 因為每個位都會影響政府的政策出台 大家真的要記住,成熟的議會文化應該這樣 這個我們稍後再詳細講 證監的影響是怎樣?這次他跪下 跪下的影響很大,我不會要求太多 我純粹以戰論戰賭掉他就算 你一直都以戰論戰 問題是背後有很多不同的性格都出現 沒見過證監跪下,所以市場忽然很興奮 忽然一番狗帳 反彈也很厲害 反彈也很厲害 例如我開始有人提醒,以前新三版 即阿里巴巴的創業版,ID版那些東西 又說你吃老本,金融地產沒有東西搞 創意產業,科技怎樣搞 即是說有很多說香港的金融市場可以支援到的行業 以前是因為證監管得好死死 你做不到太多事情 於是現在市場人士群起,蜂擁地出聲 忽然之間有很多很創意的意見出來了 這真是界外效應,我都猜不到 原來有這麼多性格 即是說現在要爭取開新的,除了創業版以外的 新三版的討論 你的融資產品問題 你香港和其他市場的聯繫 你對外國來香港上市的國家的限制 現在多了很多說話 這是好事 好事,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真的金融地產就不掉 金融那一刻也是靠什麼食股的呢 香港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IPO市場 是比美國紐約大,麻煩各位港豬 不要小看自己 香港人這刻做得非常出色 英國人的基礎打得非常好 問題就是過了97之後,證監的權力越來越大 大了什麼地步,在2003年之後 將上市或其他權力全能收回證監那裡 於是忽然之間,香港雖然很繁榮 但是那個繁榮的基礎是越來越窄的 越來越窄的 很多國企,很多中國民企來香港 香港差不多是中國企業上市首選 不是壞事,不過風險是什麼呢 所以這次上市公司商會是沒有對錯的 你的基礎好像很強大 但是那個元素相當單一 你靠中國食屋就是很大的事 一個紅色資本 還有本地的金融地產 不是說紅色資本這個政治問題 反過來,生態問題是什麼 你來得上得那些,規行舉報所謂符合要求的那些 見了人的那些,又是那句 你不是金融,而是利產的 很慘一件事 你說創業產業是否不好呢 不一定 那是否只有中國的創業產業才好呢 印度那些可不可以來 東南亞那些可不可以來 日本那些可不可以來 其實極少的,為什麼呢 因為證監要求你合規 即是符合那些未做過金融這行律師的要求 那你就慘了 過得你的審批呢 就個個都是外外祭祭的 合格的宣索 那為什麼內地來的那些 都過得到審批呢 過得到審批呢 其實爆煲的機會不多 相對來說不多 過得到審批呢 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市場人士這次真的沒有對錯 一路走得好死死了 於是審批的那些只有checkbox 總之你不要犯了什麼規 就要讓你上去 但是煩了什麼家科呢 你上市之後 原來有很多人 過了海神仙 跟著炒高 武高隆低 諸如此類 那些散戶就含了中招 問題那些是二級市場出市 不是一定是一級市場 即是不是上市那些出市 你拿了二級市場那些炒家 在那裡興風作浪那些人 那些小朋友的問題 就進入了上市那些出市 於是那些人就不狂 所以就抑鬱了很久 所以現在反過來 追本索緣 麻煩你 到底是不是市場導向 如果你是市場導向 你相信市場 那你就麻煩你證監和其他人 針對你後面做事那些人 就是動他 你去捉學王 學校 不是上市那些事情 好了 你證監是不是做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反過來 在那個功能組別裏面 忽然多了很多壓力 要證監正視市場秩序的控制 而不是說 撈過界就管了你上市的審批 所以這次導致第二樣 就是剛才我和他一樣的事情 生態問題 生態就是 香港太過單一 太過依賴中國的企業 太過依賴中國的市場 太過依賴中國的資金 當然你吃正的水便發達 問題是 誰人都知道 你減擇食而言不良 有什麼風吹草 沒有後備 沒有其他東西 變成你不像美國 你不像英國 有其他不同的行業 很奇怪 做生意的香港 最普通的生意人都知道 一句說話就是 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籃子上 這就是市場人士會這樣說的 證監的專家 沒有一個是真的前線金融出身的 很簡單而已 這個不需要專家 這個普通阿嬸的智慧 街邊阿嬸的智慧都是懂的 任何有權力的人都認為自己無敵 這真是大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權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監管 你他比你厲害 他根本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的班房 和他的律師樓 很過癮的 從來不懂得到市場的 不懂得到市場的就是做證監 爆出驚天帶新聞給你知 十幾年前 證監還沒爆鑊的時候 證監發了一聲 找我 想我做二五仔 什麼二五仔呢 就是幫我捉市場裏面做市的朋友 真是傻了 做二五仔 沒辦法了 即時你已經可以感覺到一件事 證監是完全不懂的 市場裏面運作 如果沒有市場人士 配合他調查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的 他應該積聚在市場上 積聚了很多文犯 才突然間 臨尾這一鑊 跟他招起 爆到什麼樣子 我這小事 他十幾年前說 張華峰議員 所以變成業界 正在追殺證監 現在反過來 反過來市場 追殺證監 星期日 原本 張華峰議員 華拉大隊上街遊行 建制都上街 天下大亂 所以北京不害怕 幸好是沒有 接著一件事 10號萬 建制很多作犯 建制都要上街 你還未見過這麼拱面 建制到現在越來越多 但星期日那一刻 張華峰議員 就誤誤去上街 還有一件事 被上街的殺傷力更大 他上了大台 這個龍門鎮 不算大組 還有黃永主持 黃永世契仔 健鋒仔 最厲害 他就幫了手 追殺證監 你可以看到這個局面 一個是上市公司協會主席梁伯濤 另一個是張華峰 跟著兩個無節的主持 包括黃永在內 全部在誅殺的證監 全線掩蓋的旗 黃永這傢伙 算了 做了傳媒 漢豐洗利 都明白的 但居然生氣到張議員 爆了另一個更嚴重的指控 大家猜不到 張議員忽然之間 就很激進了 就像了一場霧 即是說證監是侵犯人權 你想都想到 證監是侵犯人權 原來張元柏的行家 即是他的選民 就告訴他 素虎 終於夠膽素虎 素虎麥加科 就是證監的行動組 調查組 原來夾著出事代表 那些經紀 你落盤的 他懷疑你跟別人在一起 做事 其實不關事 不過你不合作 我就調銷牌照 那些經紀 就被證監的調查人員夾著 要打電話給客戶 即是你有份落盤的客戶 那我慘了 原來張議員報的行家 說的一學眼淚是甚麼 證監那些傢伙 原來正在偷聽 他要你打電話給客戶 三個月前 你記不記得嗎 不要緊 三個月前 某年某月某日某個時間 因為你審犯了 你是不是下了這隻股票 嘩 簡直好像大光燈撐著你逼供 好了 都算是少 重要的經紀 是夾口供說謊 這個電話沒有人偷聽 張華峰議員說 行家原來面對這樣的環境 就是你被迫說謊 你要欺騙你的客戶 去套人拿料 然後等證監去進去 這是嚴重的誠信問題 不止是誠信問題 你反過來想一想 如果你任何有專業 你以前有兩條路線 你專業自治的話 你專業是有守則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誠信問題 所有專業都是這樣 所有專業都是這樣 原來所有專業都可以 不過金融是不可以的 原來是根據證監要求 你不准說真話 問題是證監要求 你對他說真話 爆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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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你要向他坦白 但你對外面的客戶 你會說謊 根據他的指示 說謊 根據他的指示 我沒有關係 你問到張議員 他的選民是這樣跟他說 問題是他對著無線鏡頭 對著黃榮 對著全香港的觀眾 就爆出這個案子 你說證監 何以自容呢 我不知道他可以怎樣自處 所以你發覺風頭火燒了之後 火燒連環轉 怨氣是大到巴掌 應該是證監這麼多年來 都影響了整個業界的利益 才會被捕到現在來爆 對的 照計說法就是 香港摸一個超級強力的部門 證監又很強力 你現在說法 反過來想想 你當醫生去當律師 你會不會對於你的客戶說謊 死定了 你的質疑保護你客戶利益 這樣才是專業人士 不過原來根據張議員這個說法 就是你要配合 去出賣你的客戶利益 你才可以保住你的牌子 這樣我就爆腦了 不知道什麼叫金融呢 我都不懂得玩 所以變成這一刻 就真的都一石幾千重浪 我有份叫做博士寫文章 結果猜不到 一堆倒了 一堆倒了之後 原來真的是 群起反咬 所以變成好像喪屍電影 如果是這樣 長遠來說 對香港的金融業 真的是好事 你起碼 看到有生機 生機 我不說長遠 生機是什麼 其實香港的小朋友 依然是世界仔 依然是全世界 依然是創意 不過原來是益壓了那麼久 你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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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到了你又是那句 往後你繼續跟回 好像中正監 什麼都管死了 天下太平那隻 中國式太平 還是真的跟回 世界的標準 你真的開放給全世界 來參與香港的市場 你如果做開放的話 其實對香港來說是好事 絕對要 第一 你不用只買中國的股票 第二 我不是說中國的食物不好 不過有很多更好的食物 都挺好的食物 即是你吃飯都不會只有 多元 你意大利粉也有很多種煮飯 意大利人只吃意大利粉也不一定 吃好多食物 但反過來香港什麼 你只吃茶餐廳 你沒理由只吃意大利粉 所以變成多元化 香港不得有條件有能力 有創意去做這件事 原來你不踢爆這件事 沒有人爆出來 以為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 應該很厲害 原來這麼危險 你不是行內的人說 行內的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變成這件事 年輕人都挺厲害的 今次的議會 就殺了進去特首選舉 即是全土別爭 這次的區議會玩完 你也看過 之後你去到立法會看過 有惡 還有惡 還有惡 你留意到 傳統泛民 民主黨和公民黨 他有年輕的交接到鵬 他的表現就比較好 許智峯的得票相當高 你看到民協和工黨出的 比較年紀大的那群 工黨只是出張超雄德 其他李卓人何秀蘭都不行 民協就差不多滅黨 真是很嚴重 舊一套走不通 放明舊一套走不通之外 還真的要交棒 交棒是此其一 西環都說交棒 兩邊都是串土必爭 西娜杆到一個棒可以 那些棒可以 主要大 Hello 你說新舊交替 還有牙齒印那一刻 又不止是泛民 剛剛才說 五餐肉之王 憤憤不停 小欣子就說他過氣 不合事宜 然後他反出口說 一朝得志於無論事 王國興就罵這個容可欣 說你一朝得志於無論事 你不要笑得那麼快 那是我也很興奮 工聯會擺明就是為你們而被犧牲 這個點就過癮了 是不是工聯會為他而被犧牲 這個拗暴露 還是不是 小計工聯會才是裝腳來的 江聯會是親生兒子 因為是親生兒子 所以需要犧牲 你要犧牲親生兒子就是一個契女 你願意嘛 幾十年來 1967 年來被港英軍警打到頭破血流 有多少人 全家人從此不過世 你到現在還要死忠於老共 那是你願意做親生兒子被犧牲 沒得共的 這就是黨性與人性的問題 你不要怨 我覺得你工聯會也不要怨 你的身分是做炮灰 你什麼時候叫炮灰會投訴 那就是要炮灰才行的 沒有人做炮灰 誰會踩著你上 所以小欣子說 小欣子沒有說錯的 網上很多人認同 李歐 我這次認同小欣子 我都認同 我踩著你來上又怎樣 你們工聯會自己不合時宜 這種死忠的方式是不合時宜 他小欣子這次說得很應 扭得很重 建制裏面都是世代戰爭 你不相信我本書不重要 你看看現在的風頭火勢 是不是這樣玩法 你西環也要找另一班契仔契女 我的雞蛋也要放多一籃 不是只有你兩個籃 一個叫民建聯 一個叫工聯會 西環也買中 買贏 跑出 而且網上曝光得最高的 就是比你們說最不行的 看來西環玩歌不錯 所以西環也知道 所謂打這張牌 立法會是一樣東西 但是更加重要是 直接影響到的管治是特首 那下才重要 因為你明知道立法會 你都過不了一半 都做不了什麼東西 最多是否決的 你不可以自己提案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西環關心 第一就是立法會那個 雇戰形象問題 第二就是立法會的議員 本身他也是選委 很多人都忽略了這件事 是那個跳板效應 或是一個槓桿效應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看的話 他們說今早和昨天 都慢慢發出特首 選戰前哨報道 很多私識 放充 放充 例如訪問孫明洋 孫明洋爆了阿松 已經有團隊了 他在那份報紙上暴露了一些 早上七點半的報紙 早上七點半的報紙 說他有班底 錢一定夠 有人有錢 但你還不動手 為什麼還不動手 不知道 因為那篇報道裡面 發覺很神奇 有一個名字沒有提到 沒有提林鄭 先由孫公的身份出來打一張牌 好累 先給你們看 試試水位 另外那頭的胡蘇仔 習大大也騙了手 另外那份帝西環和梁團火兼西環的團火 炮打司令部的報紙 擺明支持老曾的曾玉成 第一炮 大家記不記得選舉前 第一炮 就已經 拿曾玉成的樣子放在頭版那裡 然後就說這個香港四人幫 大大的標題寫出來 香港四人幫 香港四人幫 好有 而那份報紙 大力加都知道 是國內的人 在香港買了老字號來搞的 大家想想一下 炎勢是否真的非常有趣 這次的報題 相對來說反而是和平的 相對 建制方面的風雲很厲害 原來是互劈油之中 所以變成花生故事賣斷 風雲四起 這個決戰有很多 戰士可以報道 所以說完金融戰士 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起碼引申到什麼家科 你會發現現在金融那一屆 全面反糧 你猜都猜不到 這麼過癮 反糧与不是反糧与的定義 好像是過癮的 葉劉出來說 原來他抱著政府 就不能查這個 不能查這個 那是不是阿良等了政府 這次又不知道 如果證監等了政府又不知道 總之就是反了 就算他代表了政府 都不表示一個人可以借手遮天 香港很多人要透明 這次立法會選舉之後的形勢 是什麼家科呢 所有人都打著反字旗 你明白嗎 我反了讓反 總之反了 反就有市場了 現在很過癮的 很過癮的 這也真的是 界別累積的民憤 很厲害了 是否梁振英真是這麼高招 全世界一起擦反 總之天下大亂越亂越好 玩鬥爭的人是這樣 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 企樂無窮 為什麼每個人都在天下大亂的時候呢 他是如人得利 繼續連任 沒有人去挑戰 其中一個說法 有些人認同 有些人不認同 這我不敢說了 總之現在每個人都打著反字旗 反得好過死開心 混戰之中 尤其是建制派 而下一個戰場 大家也知道 如你所說的 都已經留意到 傳媒鋪天蓋 開始做了前哨的報導 就是特首選舉 集中在候選人那裡 但是選委也是一個重要戰場 對呀 因為他沒有改動 上次那個跑馬仔機制過不了 政改失了 回到千賤人方案 一切照舊 一切照舊之餘 到底是否稍為過600個贏 就是六字頭的 行不行 那爺超又不是很高興 不是很想 所以這個拉鋸戰 就是到底是1200點分贓 這次立法會 忽然之間多了很多激進本土 已經很麻煩 因為他們都是損毀 另一項牽動的 就是立法會裡面的黨團的問題 想想一下 這次新進女星 他真是說他只是演藝界 他懂得唱歌 又是好 他演藝界 又是很高 男生的女生都行 這個新進女星 新進女星 跟傳統獨男在互片之中 你說拉動了什麼加科呢 到底這個新中產 和這個老土共之間 會不會在選委裡面 形成了勢不兩立的局面 會不會一邊去撐一邊去拆呢 你變成不會投投的人呢 又不知道 很詭異啊 所以變成選舉的形成千人的組合 跟上一屆是完全不可對比的 另外工商界的怨氣呢 自由黨雖然他在立法會的表現 不是那麼高 但是他所反映的工商界的那種怨氣 是不能不示的 他可以直接投票來表達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上一次有人被放逐 自己自己放逐 被恐嚇什麼事 自由黨的人很自由地 自由地棄選 但他棄選是很過癮的 他棄選不是為了補誰 他棄選有人不喜歡他來參選 過了選舉 田大少才出來說 原來之前西環有人跟他說過 你最好不要參選 否則會影響某個律師 你現在才說 你選完你才說 好了我當你被人撕柴 撕到害怕 不想事前說 難道下次特首投票的時候 他會不表態嗎 你記名投票 變得很過癮的下意 工商界的票會去哪裏呢 這個票倉就很難說了 因為剛剛又搞了全年 新界那年人爆了出來 是顯示得到 當初煉月曾的說法沒有說錯 就是那個板塊理論 那個新舊板塊 不是世代之爭那麼簡單 即是說 新舊板塊的加科 就是 舊的地主會和新的地主會 這次已經看到了 完全不同分 新界的裸地 橫舟的那一刻 原來某某地產集團又有份 問題是某某地產集團 以前在幾大家族裏面 沒有幾呀 不是那隻級數來的嘛 很明顯就是 就是說 廉月曾可能沒有猜錯 就是說 梁振英 那個所謂工商界的票員 來自於哪裏呢 是新版塊 新版塊 動力有多大呢 能力有多大呢 沒有人知道的 起碼叫做 上次叫做贏689票 因為阿爺吹雞的情況下 但肯定不是最大板塊的那些 不是傳統最大板塊的那些 絕對不是 而且級數有距離 絕對不是 所以變成說 當你現在 連建制派都被迫上街了 連建制派都全部打了反自旗了 到時你這個選委 即是吹雞的時候 到底 到底他們會反什麼呢 你反的我就反了 或者你贊成我也反了 所以變成很混亂 我不知道怎麼猜 現在大家就密切留意了 前哨的報導 除了這隻貓終於肯上鏡之外 Hi 我不想 除了這隻貓上鏡之外 就很高興 他不打反自旗 但是所有其他選委 你怎麼去做統戰呢 還有 就算你傳統 就算新界鄉新 就是鄉議局 這次立法會選舉出來 你新東侯志強 擺明已經是 不妥傳統鄉議局的勢力 你每一個權力裡面的板塊 都是分裂出來 變成一塊塊 每個板塊都是拆散的 整個說法文碎片法 整個建制不同的板塊裡面 都開始裂開一塊塊 你看看 很過癮的 選舉論壇的時候 這位侯志強先生 說那些開心到在那裡拍手 不用我講 你幫我講完 比你長毛還要講 所以看更絕 更應 當然 原本你是一團人 他都知道你群人的底細 所以這次看選舉論壇 就不是看哪個表現好 看分裂的板塊是好過癮的 沒錯 你不要只看票面 字面那些東西 提醒大家 外行看熱鬧 但內行好像是樣子 看門路 門路是什麼家科呢 看你的組合 取向 這個才是重要的 原本台翔那個 拼命打你的 那些傢伙 對呀 台翔那個 就是抽你的後腳 哇 我明知道數不到 我也要遮到你 不下你面子 拆大台 這些東西 不是法文的尊美 所以 他六侯志強 六千多票 但他 已經 拿到他需要的東西 達到他想要的效果 有吉士 你認不認同他一件事 說真的 這次的鑊魚 如果不是泛民班人計錯數 估計之前朱埃特有八萬多票 你估計不到 四個人在下面混戰 三萬對十萬 新界西 三萬贏你十萬票 你自己語不語一點 所以你說 如果不是建制派來控的話 你輸得更是PK 所以 你拿到泛民計票 也真是 那輸是抵抗他 抵抗他被人遺棄 看到的 看到的 完全計錯了 四個老鬼在爭票 結果人家三萬票 贏你十萬票 真是瘀得爆 瘀得爆 所以這次 你不要怪別人 恥笑你 不要怪年輕人看不起你 甚至年輕人都嘗試叫人家功能組別的票 而且叫得鬆 寸土不養 姚從嚴 直接把測量街 梁振英國 變天 梁振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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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真是 其實是可以的 你先是震撐人心 你在直選那裡 傳統的票倉 欠來欠去 故知已經不好看了 過癮了什麼家科 好像看三國演義一樣 忽然之間殺出一個 一路飆逼在後面 喜利未絕 正在那裡爆 姚從嚴這下就是 就像你所說 就是 起了梁振英的老巢 你猜不猜到 你猜不到 還有這次的選舉 完了之後 還有另一個 更加過癮的 不單止是 這個政治版法 動動 你看到有些 對傳統觀念 都多了 人有 動到 好像土地的問題 沒錯 說到土地 香港傳統 地少人多 供不認求 所以就樓價貴 現在不是 朱凱迪督出來 官商鄉黑 勾結 再過癮就連大香生都出來承認 是合作 合作 是他講的 合作 對嗎 去到攤牌 問題就是 的而且確就是 又是 你繁為老鬼就是廢柴 你只是年輕人自己上網查 找政府那些地圖去查 全部公開資料 不用那麼高深的 你再加上 你現場視察 你說那麼關心地方 麻煩你下場視察 這塊地現在是甚麼樣子 拍照 畫圖 這件事 就這麼簡單 香港人多大 中土研究報告 選舉之前 不止朱凱迪是做了這 還有很多其他民間團體 年輕人 或是年輕人組成的教會團體 已經是在做這些土地研究出行書 很仔細的 所以香港人 尤其是年輕人的論證水平不差 技巧不高 這個我同意 你口才也好 你部署也好 我同意是有不足 反過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代議事 你明白嗎 你用最傳統最老土最基本的定義 如果你要做民意代表 如果你是要做代議事 你有甚麼基本事要做呢 第一你要了解你的選民 第二你要了解你的選區 如果你的選區是香港 據連中土研究都交不到出來 你說甚麼鬼字字 你連生存空間是甚麼都不知道 所以你又不怪那些人對老泛民 完全是眼尾都不看 你說甚麼鬼字的光環 說甚麼鬼字的道德高地 你完全解決不了問題 解決不了問題的方法 他們沒有知識的 你想想 當年 反高鐵的時候 那群老泛民 其實是想投贊成的 是後來那群年輕人出來反你 朱凱迪這些蔡元村出來反你 他們才知道 他們都不知道甚麼事 就覺得中路難犯 覺得在這一下子 明明都好 都不能夠投贊成票 很多根本不明白的 建了一條鐵路 賤的 刺激經濟甚麼甚麼 還是用回傳統建制那一套經濟觀念 沒有甚麼分別 所以被人力量了幾十年 他自己知不知道是醜的 所以就應該早點退 現在那群年輕人 比你知識水平高 其實未必一定知識水平高 起碼肯想 這是常識的 對 肯用腦 量一下地 麻煩 別人說口號 你就相信 你本身土地的問題 你說新界就叫官商鄉黑 市區是不是也是有這些 市區沒有鄉 但起碼有官商黑 你看那些收舊樓的 有隔離空置 嚇老人家 就找人放棺材 這些不是一朝一夕的 就算市區裏面有多少荒廢的土地 你算了沒有 這件事很過癮 老實我不是特意要抽政府後腳 政府有時候的東西 是真的很公開 都放在這裏 你真是有心去看的話 你看一下地政署 你看一下產業署 你看一下政府各大部門 自己有連佈 全部印出來 到底哪裏有多少土地 限制空置 等待你的人給意見勾 出來用 我不見泛民有做過事 但是那些新的 年輕人的那批 不是只有朱可迪 是整班人做的 他真是貼地 他對著那些年輕人的生存空間 真是做事 而且他真是學你說 用政府數據來砌你 他不是砌不砌誰 是公開的 政府沒有打算騙你 反過來你這些傢伙 懂不懂政府講數 我告訴你做官是很簡單的 多事不如少事 你不吵我就不吵了 我告訴你生了草 沒有人告訴他 官地避佔都不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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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出鼓劃 你市中心只是落個閘 是不是生了草 你是不是沒有人知道 不是他不出聲 你不就出聲 這是人乖的 我看到他們 我買過他們的書 都支持一下他們 他們做的不是什麼秘密之人 全部是公開差響物業股價處 土地註冊處 很勤力 研究得很仔細 很值得支持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自己教學生 第一件事 不是講得很高心理論 第一件事是教他們行圖書館 Back to basic 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 凡是你說證據的話 請你找證據 公開的證據你都不找 那你找什麼證據 他們自己懶惰 所以那些老罰民 懶得爆炸 你不怪那些年輕人 是不滿的 你完全不怪他們 當他們自己做了那麼多事 你那些老鬼還會阻礙他們 才要命啊 這樣才要命啊 所以這次朱凱迪的下夜 真是 踢醒了不少港珠 他拿了8萬多票 我覺得是 應該的 應該的 絕對應該的 你看他做了多少事 現在未正式上任 已經做了很多事 直接動搖香港很多人的土地觀念 這件事是很革命性的 是革命性的 是革命性的 你回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麼革命性 只不過是以前的英國佬 聰明而已 洗腦洗了那麼多年 你瘦 又不是英國佬特別聰明 是你香港的那些人特別笨 我到今時今日 我說香港的樓價過高 那麼多人的住屋問題 解決不了 根本不是供不應求 是供過於求 政府的數據很清楚 如果住屋數目 比起住宅數目 陸上住屋數目 比起住宅數目 根本是少二十多萬的 你一人一個 根本還有二十多萬個單位空出來 為什麼搞成這樣 為什麼頭一百個業主有七萬多個單位 那就是重量的問題 你把全香港填了海填了水塘 根本就是資本貪婪的問題 資本貪婪的問題 資本貪婪是另一個很簡單的數字 在經濟學上 叫做 尋租理論 當他絕對壟斷權力的時候 他派多少給你他自己 就決定了 所以說你永遠保持高的空置率 你自然的價格就高了 這麼簡單 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經常不懂得想這件事 就是 免得我被人解僱 事實上是什麼家科 為什麼地產商會有這麼高的能力 去維持這麼多的成餘供應 是因為金融體制傾斜一面倒 去支援他們 他們的成本是極低的 也就是說 你拿著一層樓 你會供得很辛苦 但是他拿著一萬層樓 他供得完全不辛苦 那些年輕人的研究報告的書 說得很清楚 他們說的地產商 在買地投地的時候 那個肥蜂和銀行融資 利息怎樣低 幾乎是完全不用成本 不用借太成本 我們供樓 做奴隸一輩子 還要拿一筆錢來做 這樣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銀行沒有計算數 沒有死錯人 為什麼 如果你們 賺錢的人 不肯做樓勞 銀行如何賺利息呢 那就是了 你不明白 所以你說一世樓勞 其實不是樓勞 業主已經把你的責任 轉給銀行 你在幫銀行打工 誰有本事幫銀行製造這麼多奴隸 那就是地產 你明白為什麼 很簡單 地產和銀行 根本就掛勾 說真的 所以變成 還有很多事還未辦 雖然香港有兩大產 金融地產 好 就像以前 香港土地供應不足一樣 我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各位港豬 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1997到03年 六年時間之內 跌了七成樓價 我想問如果純粹是因為 土地和住宅供應問題 或者人口問題 是不是香港人口突然間少了七成 還是香港的住宅和土地突然間多了七成出來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當時香港人口仍然在增長 是不是 好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那時候 這些樓跌了七成 那七成是什麼 那七成是資本的需求沒有了 那三成在哪裏 那三成是純粹住屋的需求 就跌了七成 變回一個正常健康的樓價 所以那時候 七成的樓價才是應該的樓市水平 不是現在 樓市向好 那時候的樓市真是 那樣可惡 那樣可惡 我一說地產我就會爆粗 一說地產我就會爆粗 我跟那些 我跟那些 一不說他們港豬不行 我說樓價過高 他們一句 遞我 樓價跌 很多人會死 就是這樣 樓價不跌 在香港死眼的 那問題是樓價跌死 死是死誰 你什麼時候見過地產商會死 死是死樓爐而已 負資產 全部都是樓爐 因為不是銀行 不是地產商 很過癮的 就是說 當你那個樓價跌的時候 銀行的債是不會跌的 你也是欠銀行那麼多債 他不會削的 他不會削的 不過 反過來 如果地產商 你的市道不好 還不起錢 銀行即時主動出來減 很過癮的 馬上削債 很過癮的 不會收足的 我有說 他們的反應就是 賺錢很應該 甚至有些人說 港鐵這樣 用地產滾得夠錢 無心經營 鐵路越搞越衰 還要加價 港鐵的大股東是誰 我說政府 港鐵加價賺多了錢 政府就可以收少些稅 我們就加少些稅 有些邏輯 不少的 他沒有收少稅 沒有 你給了車費 沒有收少稅 你加多了車費 沒有收少稅 他的樓一樣萬貴 沒有 所以香港這些港主 真的是這樣 你認同建制 我看他們的經濟狀況 他們都是受害者 那你自己害自己 沒有辦法 跟工聯會一樣 你是死忠於那個制度 轉機 起碼要逐樣來 不可能一下子 整個社會 不同了 沒可能的 問題就是那句 年輕人肯出來自救 肯出來救你 真的嗎 老實 他真的能救你 起碼大家 今天是不是要 全部反自棋 反過來 他們有話說 他們有數字跟你說 有證據跟你說 大家為什麼不好好地坐下 真的拿出來說 有些人會害怕 這個明白的 但又是那句 始終香港是香港人的 就是 覆巢之下無原本 你希望將來的社會變成怎樣 現在還有人 為了無緣無故的 銜頭在爭 誰最先說 這個永族 基本法 我告訴大家 你揭曉書 那本叫鄧小平民選 當年的老人家說什麼 50年不變 就不用擔心 為什麼 因為 將來中國都這麼好 做多幾個香港 不用的 其實 那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永續基本法 老人家第一個發明這件事 其實不用爭 永續基本法 沒什麼意思 就算你現在的基本法 繼續永續 我們不是好事 不是好事 只是說人口 為何那個人口 香港永久居民 定得這麼寬鬆 其實不是為了方便 上面的人下來生孩子 是為了方便 移民去西方國家 走路的那些人 他們的子女 將來回來香港 賺食 留著後路 是為了方便這班人 另外還有永續基本法 任何人家都說 那麼丁權又永續 好像不能有地分 大哥 所以說了永續基本法 這個人其實是傻奸的 還有人參加說這個 基本法 只不過是當時為了 權宜之計 就是權宜 香港社會 定格在80年代 初中期 那個模型 稍為平衡 安定 幾次的石油危機 總統打仗中間 大家害怕到鼻孔都侮辱了 差不多40年了 不如我們定格定在那裡 用那個版本50年不變 1997年生效 過了十幾年 所以不要說什麼永續基本法 由那時候到現在 尤其是年輕人 為什麼呢 我早就提醒了他們 我們八年歸老的時候 2047年50歲剛剛好 還有大把時間 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為什麼呢 只剩下三十幾年 其實三十幾年是很容易過的 很快 年輕人可能你不知道 暫限都已經20年了 但是他們感覺到的深刻 為什麼那次2014年的時候 這麼多年輕人上街呢 我的規定很簡單 真真正正面對2047 要面對那個 政制懸崖 要到時想 如何下半世要過的 是那群年輕人 我們八年歸老 我幫你工作 起碼我不會害你 那那群年輕人到時是中年 他可能到時已經是 批判了小朋友 那他下半世和小孩怎麼搞呢 明白嗎 所以你不怪這些年輕人的緊張 應該是欣賞他們的緊張 所以很多人都出來罵他們的 我經常心想 你要做港豬 你要一輩子做豬 做狗 做什麼一件事 但是那些年輕人出來揮這件事 是為香港的永續 這個真的是永續 不是永續基本法 香港的永續 他們那些真是拿一條命出來 薄的 分分鐘 你就算不支持 你也不應該去罵他們 你做人 就算你以前對建設香港 你那群老爺對建設香港 真的有過貢獻 你也應該知道時代是不同了 不能夠因為你已經過了你最艱苦的時間 就要那些年輕人繼續艱苦下去 又是那樣東西 你獅子生精神病都是光環來的 會過去的呀 Come on 獅子生精神病只不過是英國佬的制度底下 你最表面的那一股 某些光輝適宜放在博物館的 你就不像僵士般彈回來 每天都嚇人 現在見到秦始皇 就想想發生什麼事 你以為是危機公司的小船秦庸 不要這麼晚玩 當然也有些年長的一代 也有些是很找得開 應該支持 所以就是大勢所趨 大家作為香港人 如果真是你還說自治山精神 都是同舟共濟 你向前撐多幾十年 就到了2047 年輕人現在博命說 如何令到這個社會可以永續 大家不要齊心幫幫忙 所以變成 你的前煞戰已經過了 輪到特首前煞戰 特首這下 真的影響重大 因為行政主導 所以變成多一點關心 因為接下來就是選委的選舉 選委也有選舉 如何產生選委是要選出來的 是另一場選戰 所以為何特首前煞戰 發覺大家放出信息不平衡 大家正在打不同牌 很過癮的 南蘇的樣子說 內行就看門路 打什麼拳 只要是謎中拳 即是截拳道 你哪個門哪個派 所以發覺現在信息發放 大家留意一下 第一,不要被表面所為罵 第二,看清楚權路是什麼家科 他站在什麼位置,是人是鬼 然後他發覺現在出現的事情 大家想影響選委的選情 這是真的 剛剛大家也看到張秀元的一篇 剛剛寫了,幾個人寫得不錯 他非常好 我們很敬佩這些 這麼有心、勤力、有腦的年輕一代 你指著好的路,他自己懂得走的 計算完數之後 大概希望爭取到泛民或者反對派 非建制 希望增加到三百多席 他計算出來是可以的 假設你去不了那麼多 比上屆也比較多 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你是不是 直接入了選委那些 泛民各個光譜,各個板塊 其實除了自己要合作之外 是不是可以跟一些建制裏面的反對勢力加強合作呢 絕對地是 由於它是傳統不讓 你所謂的建制並非鐵板一塊 這次泛民在前哨戰 證監這次很明顯看到 一次過 整個金融界反轉了 你猜他也猜不到 好像你說立法會 30票對40票 非建制和建制 你不要忘記自由黨四票 最大和政府最大仇口的是這四票 差不多一半了 放車就是功能組別裡面有多少暗湧呢 大家還未去發掘 工商界不妥,這個姓梁的還有很多 所以如果泛民真的爭取到三百 我不要說三百多票那麼樂觀 二、三百 然後再有一個合縱連環 春秋戰局時代的智慧都已經有了 大家不要經常想著 那些死人光還老鬼 有些政治潔癖 大哥現在在說選戰 是戰爭來的 你如果有潔癖的話 你不要出來玩 這句癖本身是病態的話 你就真的不要玩 政治不是這樣玩 練神功就是必先 那就麻煩你回歸了 政治這碗飯不適合你 或者你自己是練童子功 你自己是練童子功 你自己在耍套拳 你表現一下給自己看 你練童子功首先要 葵花寶典先 不要自己閹到自己 所以變成這場選戰 你遇到血肉橫飛 你不要想著有什麼光環好說 那你 前面後面 你會看到有很多東西去講數 你後面有很多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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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很多問題 不是一塊銅板 背後還有很多 Hidden Agenda 其他 所謂的 Alternative Motive 尤其是有很多東西 你如何 教育別人的立場 這很重要 上次有兩個 姓梁姓唐 如果這次有三個 有四個 不知道 曾經主席提到 隨時會有人號召 泛民的舊電池出來 我當你泛民沒有 兩個姓曾的 還有兩個姓梁的 都四個 1200票 還有數碼頭 如果加上1200票 不是600票 過了就算了 已經有人爆口了 為什麼有某位女士 不想做立法會主席 因為她志不在此 為什麼西環要捧到 六萬多票那麼高 為什麼西環要把自己的親生子 砍下來 當然另有所佗 另有安排 上帝全意志 叫你建立親生子 如果真的四五個出來選 1200票 分一分 分一分鐘 一定不可能 好像六百多票 那個環境的合縱連環 是很隨致的 上一次 你也記得林美貴 是哪一項呢 就是統戰 深圳召人類召費 強力部門出馬 工商界才勉為其難 過幾票 剛剛夠數了 當時大媽省和整個工商界都是頭堂的 而當時 先前 為什麼有一些真心家會轉來支持 梁呢 後來他們自己也說回 太天真太傻了 那這群又會不會讓你先拔頭籌 拿一個民粹的氣勢出來 沒有 絕對地沒有 所以這次是散龍不足料的 如果仍不趁天下大亂去撬動 這個 傳統人類的票倉 那你自己就麻煩了 不要玩政治了 你只要看看這份成報 你都知道 造反的層面已經去到什麼層次 對不對 所以 真是 讀一下春秋戰國口 看看人家的合中連環怎樣玩 對不對 你和工商界可能 合中連環一部份 那裏又和合中連環另一部份 工商界裏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那你已經 牽涉到泛民或者 起碼 反梁也好 勇僧也好 什麼陣營 都可能結成一個有力的板塊去增添一下 千萬不要自絕後路 有什麼潔癖 有什麼光環 在這裏又不去做 這個絕對不可以 這個絕對不可以 泛民那些老一輩 你們在選委會中 還有不少人有票 有票的 你們真的要看清楚 你們不要為自己的潔癖害了香港 一來 第二就是形勢是不同了樣子的 還有你們會害死自己的 不要看不起年輕人 真的不要看不起年輕人 不要看不起年輕人 年輕人現在 他們就算經驗不夠 但他們就因為沒有經驗的包袱 看東西 他會比較少盲點 所以他看的已經不是30年前傳統泛民的那一套 所以大家互相虛心一點 年輕一代入了局 盡量尊重傳統泛民的經驗 傳統泛民那些 請盡量用多些年輕人的衝勁和眼光 看現在新的社會 第二者就難少 不難的 因為你幾十歲人 你還要重新學過很多東西 很難 等於說你現在重新接受到香港 其實土地不缺這一刻 是難得不得了的一件事 你重新回去讀小學 就算你明白嗎 根本由求學起 不要緊 承認自己有不足 人不可能認識所有東西 人有機會坐 那就由零開始 由零開始做戲 是辛苦 是真苦 但面對現實 這個時候就是要吃苦中苦 很方向人上人 所以這時候真的有很多東西 重新學習過 沒辦法 沒辦法 你一定要重新學習過 還有 有一件事我覺得 絕對是 要加快他們黨一面 那個年輕法 現在還是做得不夠 現在還是做得不夠 反而建制做得比你更快 現在你看一下 立法會 你還是在逃身 當年好像說28歲最年輕的入口 到現在還是你 你超區南 下屆 下屆 區議會入口 立法會入口 你現在就要做功夫 全面要年輕化 如果不是 你看一下民協 已經 滅黨 很多人要離開了 很多人要離開了 還有他們要專業化 因為其中一件事 你安排好過起承轉合 退路 什麼家科 例如你會退居幕後做顧問 做指導 教身丁 你才會正確地交棒 你不就完全斷了後腦 還有整個政策研究 還有整個政經研究 他有經驗可以做這件事 問題是 如果他不接受年輕人的新的想法 研究出來都是廢的 都是翻炒的 為什麼不可以用現在他們那一套 這是高難度 你看一下 例如你那個 全民推補 其實關於全香港人的事 但是老泛民那一代 他們真的跟社會脫節了 他們完全想不到 年輕人那一代反對的 意識那麼強 台灣現在也正在改 台灣也正在改 反不反就算數 台灣那一代真是拿命的 你破硬產的 這樣反下去 所以年輕人不要說他 特意沒有大愛 不是這件事 人家懂得算數 沒理由我負叉 到時候你享福 到我老的時候 沒有人 變成我一個先都拿 都拿不到 破了產 所以有些東西 真的重新學習過 難得是養法火 大家記住 我其實很火 不過有時候我盡量控制 即是女王不在 你會爆出來的 不是 我其實平時都粗口很難舍 不過做節目有時候要控制一下 不要緊 這個台沒有所謂 這麼額無禁忌 這個台 說起 講者都爆粥 說起樓價 我一定是這樣的 不能說的 OK 今晚可能女王不在 我們兩個人沒什麼事 差不了那半鐘 不要覺得凳 先告辭 下星期再續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中秋節 拜拜 拜拜 拜拜